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头条新闻 当年东方卫视的选秀节目《我行我秀》相信陪伴了不少观众的青春 而且这个平台出道的艺人呢也是不小的 但是有好多艺人啊唱着唱着就跑去做演员了 近日罗开源为了自己的新剧站台吆喝了起来 不过在小编印象里,他可是《我行我秀》出身的歌手呀 要说怎么就转型了,原因其实特别简单 正如罗开源所言,凭借《我行我秀》出道的歌手 不少近年来都开始不务正烈了,贾青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贾青在《我行我秀》里脱颖而出 创功一般的他凭借着一米奇的高挑身材和青秀脸旁受到了关注 此后开始在电视剧中饰演一些小角色 2012年底,贾青在新版天龙八部里饰演阿珠阿子 即使造型被网友炮轰,但自此之后贾青的心路开始风生水起 2013年5月,贾青化身明媛和郭小冬搭档上海版007节终结 同年9月,贾青短发造型和国民女婿王雷在恒电拍摄《东江英雄流黑仔》 《青版录点记》开拍,贾青受邀出演为小宝最美的老婆阿珂 2014年初贾青又变身与土匪,在电视剧《标门》中盗追男神霍建华 《默默更云》好多年贾青的新戏在2015年春节当横跨九大卫视 霸气程度可见一斑 另一位成功转型成演员的契薇也是不落贾青之后 虽然2006年才出道,但当年就获得了行秀全国十强的名次 前三年都忙着给自己出单曲发专辑 不过期间契薇也抽出了不少时间客串电视剧 现在回头看来,小妮子似乎那时就开始悄悄瞄准了演员这一行 慢慢的,契薇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2010年的《美人心记》让他出了锋芒 2011年的《下降三千斤》让观众记住了他 到了2014年契薇的作品更是一度紧喷 光是电视剧就有八部 期间契薇还不忘完成自己的终生大事 和李承轩结了婚,更使得2015年1月生下了他俩的爱情结晶小辣体 不过这位辣妈似乎是越来越爱演员这份职业了 刚刚生完女儿,没几个月又立马考生进了我是嘟啦啦剧作 这节奏快得让人责说 我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基本上闲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没有工作过 我差不多这一次生之前的一个月在拍广告 然后完了之后到小宝宝两个月的时候重新出来 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工作 曾经和契薇搭档组成男才女貌组合的袁承杰 其实也在这两年开许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他和契薇当年的拍档缘分 更是在2011年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里得到了延续 2014年,《倾向阳光》的袁承杰在电视剧《球外酒吧》里饰演了一个智商超高 情商超低并且疯狂迷恋足球的搞笑酒吧老板 虽然参演的电视剧不太多 但是袁承杰可是多方面发展 不仅参加各类真人秀 自己的包子铺也是开始风生水起 更在2014年成了家 生了娃可算是人生赢家呀 不管是我行我秀出道 亦或是其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道路 只要奔着这条路努力努力再努力 都会收获各自的精彩 行路在线,采访方方当 2015年1月生下了他俩的爱情结晶小辣体 不过这位辣妈似乎是越来越爱演员这份职业了 刚刚生完女儿没几个月 又立马投身进了我是嘟喇喇剧组 这节奏快得让人责说 我是个闲不下来的人 基本上闲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 没有工作过 我差不多这一次 生之前的 一个月在拍广告 然后完了之后到 小宝宝两个月的时候 重新出来 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工作 曾经和气味搭档组成男人 在横店拍摄 东江英雄流黑仔 新版录点季开拍 假情受邀出演 为小宝最美的老婆阿柯 我是镜头 不知道 因为我太爱照镜子了 还有自拍镜子姐 自拍美 对 他们说我照镜子 就是这样的 镜子 终紧 远景 然后导演说那全景怎么办 啪 跟了 2014年初 贾情又变身旅途匪 在电视剧标门中 倒追男神霍建华 默默耕耘好多年 贾情的新戏 在2015年春节当 横跨九大卫视 霸气程度可见一斑 另一位成功转型成演员的 气威也是不落假情之后 虽然2006年才出道 但当年就获得了 行秀全国十强的名次 前三年都忙着 给自己出单曲发专辑 不过期间 气威也抽出了 不少时间客串电视剧 现在回头看来 小妮子似乎那时 就开始悄悄 瞄准了演员这一行 慢慢的 气威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2010年的《美人心记》 让他出了锋芒 2011年的《下降三千斤》 让观众记住了他 到了2014年 气威的作品更是一度紧喷 光是电视剧就有八部 期间气歌 还不忘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 和李晨炫结了婚 更是在二部正列了 贾青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 贾青在卧行卧秀里脱颖而出 各位评委 我是来自成都赛区的选手贾青 我之前为大家带来的一首 《一个人的精彩》 创功一般的他 凭借着一米奇的高挑身材 和清秀脸庞受到了关注 随后开始在电视剧中 饰演一些小角色 2012年底 贾青在新版天龙帮部里 饰演阿猪阿子 即使造型被网友炮轰 但自此之后 贾青的心路开始风生水起 2013年5月 贾青化身明媛 和郭晓东达到上海版007节终结 同年9月 贾青短发造型 和国民女婿王磊 好 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头条新闻 当年东方卫视的选秀节目 《我行我秀》 相信陪伴了不少观众的青春 而且这个平台出道的艺人呢 也是不晓得 但是有好多艺人啊 唱着唱着 就跑去做演员了 近日罗开源为了自己的新剧 站台摇和了起来 不过在小编印象里 他可是《我行我秀》出生的歌手呀 要说怎么就转型了 原因其实特别简单 正如罗开源所言 凭借《我行我秀》出道的歌手 不少几年来都开始补